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牌技能 是吧 他可以对其他一名角色有守牌的啊 有牌的角色啊 这个包括装备借牌 是吧 然后借几张你就赚就那个赚多少收益 是吧 别人被被你借牌的人呢 把那个牌扣在你的头上 这个牌扣几张 他就亏几张啊 因为这不是马上就能用的 然后我们要过一个回合 才把这个牌还给他啊 还给他等量的牌 就相当于让他制衡一下 我们是要到我们下一个回合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是第一轮 我们找马超借了牌 要再转一圈啊 当所有人都行动过之后 我们再开始行动的时候 马超才能摸同样的牌 他借我多少张 就摸多少张 同时他借我的牌 我才能使用啊 才能从我的武将的头上拉回来啊 那这么说这个技能呢 如果对敌人使用 那肯定是借的越多越好 但是借多少张由敌人决定啊 就不不不不由这个孙登决定啊 所以说他这个强度这个框壁 如果对敌人使用的话 这是比较弱的啊 敌人顶多借你一张啊 那就相当于一个易收益 而且如果对牌多的敌人使用 这个易收益还要打折扣 因为他可以选他的牌里面最差的一张啊 但他如果对牌少的敌人使用 那就相当于那个妥妥的易收益 他借也得借啊 不借也得借啊 他只有两张或者一张的时候 他必须要挑一张借给你啊 好 如果跟队友使用的时候 理论上队友可以借很多啊 借最多借到三张 那样的话就有三收益 但是啊 这三收益是延迟的 好 我们转二号位反贼无脑 找主公借啊 因为主公是不知道你是忠实反 是吧 所以说主公就唰了一下借了三张啊 我们干脆就动也不动啊 我们只有一个杀 动了也打不动他啊 既然打不动他 我们就低调一下 说不定还骗一个放权啊 好 我们这个三号位啊 借马超队友倒是不客气 一股老就朝这个主公拍过去了 你看为什么说找队友借三张的话是很有风险的 因为你看刘善把这三张牌扣着我们同样之后 他自己的防御就削弱了 而且他要转一圈啊 要转到下一回合 我们动的时候啊 不是到刘善动的时候啊 刘善动他都拿不回来啊 要到我们动的时候 他在回合外啊 在重新从排队里摸三张啊 好 我们看这一上来就出现一个对责啊 一个对责 这个借马超反贼跟这个忠诚太子词互相对责 两个人都打成了零牌啊 零牌之后太子词是四血 借马超是两血 对我们来说有点麻烦啊 那我们很高兴有张辽跳了一个反啊 这样的强强者当然我们的反贼 我们是很高兴的啊 孙权跳了个模糊 他乐了这个张辽 乐了下家啊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拘兽跳的是中 那这么话 吴国泰跟孙权里面就一中一反啊 这里面随是中 随是反都行啊 我们个人欺向吴国泰当我们的队友啊 因为孙权已经虚了 是吧 哎 果然啊 吴国泰是队友啊 孙权就是中类 孙权已经虚成这样 还有一个张辽在啊 这个孙权的强度肯定是打折扣的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特别担心 好 那这样的话场上身份就已经明白了 吴国泰他是知道我们是反了 是吧 因为他觉得这个孙权刚才哎 啊 他也不知道啊 他无限的是主攻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 小胖的放拳 我们估计是骗不到放拳了 是吧 这个形式一看 他应该是放这个带诸葛连弩的狙兽 狙兽如果有诸葛连弩运气好的话 那个杖辽就是死路一条啊 这一个方便酒 咦 五方面酒跟红桃七啊 这杖辽笑了 这五谷里面拿的这个鸣伞 是吧 是那个这个酒杀比较悲剧 好 我们看到这一下子 孔币来了 我们拿流扇 放在我们头上三张 流扇同时又摸了三张 是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 孔币啊 孔币这个只有一排的啊 我们先一个乐把身份跳出来 在孔币只有 一个一排的太子词 他必须露出菊花 他这个牌是鼓鼓里面记得的话 是一个k点的铁锁连环 是吧 我们拿过队友的菊花刀 我们为什么要先乐 我怕我如果先拿这个菊花刀 估计会有反责误会 是吧 我们先乐了孙权 再拿菊花刀 在一个狠狠的暴局 打了太子三血 那这样的话 太子跟马超这个兑换 我们就赚了 是吧 马超现在两血太子词是一个一血的状态 这个找我们拼 我们想了半天 给他一个逃云结议啊 其实逃云结议对反正来说 还是比较算好牌 毕竟这个后面这个武器也舍不得弄啊 舍不得给啊 怕我们的这个武器又留不长 像果然这个果菜脚 然后这个杀个伞 我们也不好意思给 毕竟这个孙登的防御是比较弱的 我前面说过他不适合主攻 是吧 他双主攻的时候 反正一股脑对你打 你这个筐臂的收益 要找队友配合 我当时还有个灵统忠诚 我根本就没来得及跟他配合 是吧 第二轮就被已经就被推的快完蛋了 好 我们看这个张辽瞬间已经恢复了状态 拆掉这个朱格连弩 这把就妥了啊 然后这还想 补这个太词的刀 看看补不是死啊 没有补死 没有不是那只能我来了 我们虽然古灵刀没了 剪一码和这个这个持用剑还在手上啊 好 这时候这个孙权叫这个胖子放个稳定输出 这里没有稳定输出了 是吧 这个你不要说你孙权稳定输出 你没有牌的孙权 就是梅牙的老虎 就是择翼的这个这个龙啊 就是龙香前井底啊 好 刘善即使放权给你 你就两张牌 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来啊 好 他摸了一张沙还是不错啊 然后再制衡一下 来 估计这张牌还比较好 然后他不想再制衡啊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铁索拿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把这个太词这个剩下了 最后随机摸一张牌 再给他按回去 是吧 然后这个蓝牌我们就放了 毕竟这个张辽救不活 我们就收了 这马超能看乌国泰 乌国泰给人头就给 不给人头拉倒 是吧 反正马超还可以动一轮啊 我们的目标就不光是太词啊 孙权还救这个太词就打的比较愚蠢了 我明显是冲着主攻去的啊 是吧 这是这这孙权不知道这为什么啊 这救的比较莫名其妙啊 这个鱼兽都表示这个不可不可理解啊 是吧 因为我们跟收了张辽 这三张牌神牌啊 不解释 是吧 这神牌连上太词啊 如果孙权不救的话 我们这这这这还啊 那大无所谓啊 我们这么多基本牌 还直接杀小胖啊 也是一样的 是吧 好 这把这个孙权的表演就结束了 大家看到我基本上都是对敌人在使用这个框币是吧 尤其对这个牌扫的太词使用 然后作为二号位啊 吴佬找主攻 框币啊 这是第一个行动就是找主攻 框币啊 这个主攻如果谨慎的话 给只会给你一张啊 如果这个主攻不谨慎 像这个小胖一下给我们三张 就大大的削弱了他的防御 作为一个主攻这样做是极其愚蠢的是吧 当然这个小胖想的是跟我们配合 他的放权是不 是可以及时的让这个框币牌流动起来 是吧 实际上他当小胖的忠诚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二号位吴佬找到框币的这个原因啊 这个小胖果然就上当了 那一般情况下要稳定收益还是找敌人比较爽啊 就把敌人找牌少的敌人稳定扒一张 这是一个稳定四血一收益的一个模型 要找队友配合吴国的啊 这种玩怕装备的最喜欢的队友 不用说孙上香 林统啊 这这两位啊 这是孙登最爱的队友 同时也可以跟邓爱玩耍一下 是吧 然后呢 他还有一些好记友 就是牌比较多 又又不会行动的啊 最好的一个就是刘表 刘表就属于他要一个自首抓一堆牌 他又用不了 是吧 这时候你找刘表队友 狂毕即使有延迟性啊 对刘表来说也是问题不大 你找一般的队友进行 比如说你找孙权这种队友进行匡毕的话 一下子把孙权的三张牌拿走 对孙权来说是非常疼的啊 这一一直要转一圈 那个孙权才能把这个收益给找回来啊 这个是肯定是划不来的 是吧 你要找就找那种不怕打 没有牌也不怕打的啊 比如说什么郭嘉呀 这这种人啊 比如那个啊 那居兽还还不行啊 中会也不好啊 中会那个拳击 没牌的时候也是这个收益也是打折扣的 是吧 所以总体来说他如果匡毕要配合队友 他需要比较几个特殊的队友 一般情况来说还是对敌人使用 如果但是话说回来啊 如果他真是对敌人使用四血一收益模型的话 这个卖的价格就不合理了 他的价格是卖了原价4500元宝啊 这个优惠价也是3600元宝 所以说性价比非常低啊 如果你是追求性价比的话不推荐 是吧 如果你追求强度的话 他反正是可玩的啊 这强度可行 跟朱智差不多 但朱智卖的极其便宜啊 他可能比朱智稍微强一点的价格是朱智的这个一倍以上啊 这显然是性价比差到了极点啊 好 这时候介绍这个孙登 好 第二句好久不放国战了 这给大家玩一把国战 是吧 国战里面啊 这个据说胜率比较高的是群雄跟魏国啊 大魏跟大群雄 胜率比较低的是蜀国跟吴国 是吧 所以这把我们来看一个蜀国的啊 选了两个比较屌丝的 由于是这个孟屌丝啊 这个孟霍啊 作为这个这个这个主将 是吧 然后我们就配了个四血的 反正国战一上来 我说了海选阶段 大家都是暗将情况的话 他四血肯定好于三血 反正大家都不亮技能啊 这时候四血将明显比三血将就要那个占大大的便宜啊 所以说一般三血武将比四血武将更倾向于亮将 是吧 因为他不亮的话 不把他技能用出来三血白的话 他是比较痛苦的啊 是吧 好 所以我们四血武将的话就是这么低调的两个武将啊 就一个低调的蜀国就只能慢慢的在这坐着 是吧 看看其他人怎么玩 好 不再说了 第一轮海选 海选就首先看谁赖不住寂寞啊 谁要 要先先发动 先发起进攻啊 一般先发起进攻人都比较倒霉的啊 这跟这个这个历史上乱世的时候也比较像啊 是吧 我们看那个汉秦末乱世的时候 谁在那个一开始那么多势力啊 谁能想到最后是刘邦赢了啊 当时刘邦从他的这个起点来说比很多人都要低 是吧 好 我们看到这个火功 那这个他先是一个猜啊 这个亮出来假许之后还继续火功命中 那他就不是群雄 是吧 然后这个已经看到了 我知己知彼啊 手机看出了 已经看到这个这位是群雄了 还是一个比较高嘲讽的袁绍啊 我们毫不客气 就直接开始打他了啊 好 这时候虽然打了暗将啊 别人却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啊 我们再继续看啊 这位下下家六号位比较低调 七号位七个黑色的过差也比较低调 看这个袁绍亮还是不亮啊 他其实可以选择亮 是吧 那毕竟这个贾许已经出来了 用黑的放就可以了吗 看他手上红牌比较多 所以他还是选择低调一轮 同时这个袁绍是个三雪 所以他配的一个将肯定是一个一个三雪将 是吧 没有配一个四雪将 好 我们看到耐不住寂寞了啊 那个既然贾许亮了啊 那个既然贾许亮了啊 那个既然贾许亮了 我们把梦获也亮出来 反正梦获的这个这个这个嘲讽比较低啊 亮了 问题也不是太大 好 这贾许知道这位不是群雄 就往他往死里揍 是吧 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比较貌似的 说不定你们不 虽然不是一边 说不定你们是小势力要联合呢 说不定到时候四个大位一开出来啊 这个这个说不定这个贾许和和这位说不定都要联合 是吧 所以说两个这一上来互相咬成这个样子 是带有赌博性质的 是吧 带有赌博性质 好 那我们心里是明白的啊 这个这个袁绍 袁绍不压不行 是吧 这一下子把他这个马也射掉了 哎呦 这个袁绍赖不住了 直接来了一个蔡文基 背歌 结果背歌了方片啊 这对我们来说比较伤啊 他这个作为一个袁绍手上的牌 手牌变多啊 这是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 是吧 好在我们这有个伞 还有个酒 还有在一起啊 你放不死我们 我们会教住人的 好 这个这个袁绍也开始压这位这个四号位了 同时也压了下三号位 他怎么知道三号位不是群雄 这个也是啊 这个大家都赌博啊 这个赌了一塌 大糊涂 好 这时候夹许看样子要搞死 这个这个四号位啊 这个火攻是亮了个沙 好 如果没有命中的话 他就估计不想开乱舞了啊 毕竟人家沙都亮了啊 开这个乱舞也是白开 反正也死不了 好 看这个这这位哎呦 还是低调啊 大家都比较低调啊 现在亮出来的就是两个群雄啊 在对着这位啊 这个四号位不明身份的啊 这个再再打 是吧 好 背歌一个梅花 我们看这 哎呦 这个亮出来了啊 是个五果啊 上着梅花 气了一下 装备摸了两张牌 然后一张红色乐不思索啊 乐住了夹许 好 那我们低调啊 这个反正也也没杀 是吧 七个陶营结议 看看后面的剧情怎么发展 这是个袁绍已经被压成一张牌了啊 我们感觉那个问题不是太大了啊 这位借劳杀人也气了啊 没有借这个这个这个蔡文基的刀啊 然后这边也七个杀 没有打这个蔡文基啊 这两位在在那看戏啊 是吧 但是有点偏这个群雄啊 好 这个蔡文基倒是很神奇啊 他认为这个三号位肯定不是群雄啊 拼命的在 在压三个位 顺便在压这个 这位这个树上香的血 好 这个直接开了一马腾啊 这马腾一上啊 这已经爆爆发了一下 然后一个一个这个乱舞完杀干掉了五果啊 我们只能掉血了 是吧 看这位这个这个蔡文基啊 蔡文基他即使有杀 他也只能砍这个假血啊 因为这位七号位是有加一码的 是吧 好 这位一折腾啊 第一个排选被淘汰的就是这个可怜的啊 这个吴国树上香吕蒙 是吧 谁要他一上来比较高调啊 非要 假许亮着他非要亮假许掉血 然后这么说明他就非群雄的身份就做定了啊 所以说这两个群雄就把火力对着他身上一顿猛打啊 好 这位啊 不怀好意 开了南半路青 想让我们吃菜啊 吃酒吃呗 我们大不了大木户啊 这个吃菜无压力 还摸两张牌啊 怕毛啊 好 我就一一血肯定不在齐 哎 看这两个黑啊 两个黑 我们都存着 是吧 这时候不想随便得罪群雄 因为不知道场上其他这四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吧 如果群雄是大啊 大国啊 大群 那我们肯定是对着蔡文基 袁绍死搞 是吧 如果不是的话啊 这个还不好说 好 这个袁绍刚才是摸三张牌 是吧 因为他是个四血匠 亮出来跟蔡文基搭配是要多摸一张牌的 好 他先开了一个蓝盘啊 我们表示毫无压力 呦 这边这还亮了一个猪龙 这猪龙你早亮啊 你到最后才亮 那你还白白的在蓝盘的时候 你还吃了亏 是吧 这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好 这时候袁绍开了外界 我们有一个八卦阵 表示毫无压力 是吧 悲剧 盼了一黑 这时候袁绍还能再放一下吗 放不了啊 这一个杀 看看能不能杀死 这位三后卫的啊 这三后卫他是真啊 这是认真的啊 他觉得三后卫就是不是群雄啊 这是很神奇 三后卫看样子也的确不是群雄 看样子要被贾许玩杀了 贾许是不会断杀的 是吧 他有杖麻舌毛 好 这个杀下去 有果然是个无果的 倒下了 好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蔡红基跟袁绍的这个鲜艳的能力 是吧 好 哎呦 这个猪龙又是一个蓝盘啊 这是在在这边亮出一个魏国的曹操 看样子 蔡红基 袁绍被放倒是我们吃菜啊 这个老婆玩大象 这个老公买单 是吧 背黑锅 我来啊 这是这一个断杀 他只能断我们的梦祸 是吧 他没法断我们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没有亮的 哎 我不知道是 这个断肠是杀是一名角的失去期啊 他可以断另外一个暗的啊 是吧 那是我 我说错了 是吧 但是这个蔡红基没有选择断我们的刘备啊 断了我们的这个孟霍 那也行的啊 是吧 实际上这两个将随便他断哪个都可以 我们有刘备的话是可以包养这个孟霍 祝龙啊 可以包养这个张飞跟祝龙 但是这个张飞跟祝龙的生命已经有点堪忧了啊 好 二话不多说 先把这个贾许和马腾给干掉 然后进入一个欢乐2v2啊 这个欢乐2v2还比较悬呢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队友只有衣血啊 希望能够好好的啊 把他给保住 是吧 我们给他一个一个伞啊 也没有多的牌可以给他了啊 给他一个伞吧 然后就这么过了啊 看看他能不能活活下来啊 好 我们看这位我们下家六号位六四主天国啊 比较神奇 哎呦 这一个火工啊 在这啊 他不管他是什么势力 他啊 但他没有 他肯定不是属 是吧 他如果是属的话 直接就晾了三打一啊 我们这是妥妥的赢了啊 这就说明他不是属啊 不是属 我们就进入了这种局势 是吧 这是 是这个有 有点像这个组类反的局势 是吧 好 咦 哎 对了 他为什么没收到牌啊 他按道理他杀了祖龙 他应该能够摸两张牌的 是吧 我问 这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势力就不能不能收牌吗啊 不管怎么做 我们这一个外界齐八 看样子是能够打打打掉 这个人跟曹操许鼠进入单挑 这个单挑是有压力的 这是 而且是压力极大了 因为他是个卫国 我们还一下子摸了两张牌 还是比较兴奋的啊 这个为什么压力三大呢 因为我们没有技能了啊 我们刘备的仁德在单挑里不彻底废掉 是吧 我梦获就是一个断肠状态 人家曹操跟许鼠还是有两个技能的 是吧 我们是四血零技能啊 面对四血两技能 同时这位曹操许鼠还有一个神奇的灌石斧 哎哟 还有一个酒啊 这个有点有点狠 待会他一个灌石斧绞杀 我们就只能剩一血了 哎 他是一个火宫 看你重不重啊 没有重 咦 他还舍不得用酒 哎哟 对吧 这个酒留着啊 不知道为什么 那可他可能怕我们再起 我们是没有再起的 你想多了 好 但是你这次不用酒 你下次就没有机会了 我们这一个神奇的过河拆条 拆了你的灌石斧 然后这个许鼠曹操就尴尬了 你够不着了啊 我们这一个神加一 同时还藏了一匹加一再生啊 然后你这个八卦阵迟早在我们的寒冰剑的那个压力下 要给我们扔掉 是吧 虽然我们的技能没有了 但是我们的装备比例好啊 你没有距离 我们这一个加一码就是神装 是吧 这个寒冰剑也是神装 这两个神装迟早会把你搞的啊 这个这个油盐不尽 及痛苦不堪 这种是标准的 已经进入痛苦不堪 撞了下了 是吧 我就每次杀 哎呦 还受了一决斗 我们仗着有两个杀 让他引诱他来决斗 是吧 你来啊 我们再访绝回去 嘣 死了没 哎呦 他没死 又把这个决斗拍回来了 哎呦 他刚才存的那个酒发发挥重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一个杀 再一个南蛮去了 我们没去 哎呦 我们最后一个断肠刘备的利息啊 在弹调中利息了这个魏国的曹操跟徐楚 大家一看来啊 我说了这就是跟乱世里面比较像啊 这随先出头 枪 乱打出头了 是吧 这先出头的是贾许跟顺上香啊 但是好在贾许他有盟友啊 然后这个另外这两个曹操跟典维都属于在看戏的状态啊 这两个魏国想这个做看群雄 跟跟这两边不明身份的和偶啊 是吧 结果和偶下去 吴国先被欧死了啊 然后接着群雄被欧死了 实际上魏国是他们两个低调的魏国 成功的记录到最后的这个海选之后的最后的博弈阶段 是吧 这个半决赛和决赛啊 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 量量晚了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典维跟这个夏侯渊是量将量晚了 没有及时的把自己的魏国身份给表示出来 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乐物司祖是天过的 是吧 因为这个量将是要在乐物司祖判定之前的啊 但是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啊 你先量了 你还可以跳过这个乐物司祖啊 不管怎么说 他夏侯渊和这个这个典维没有选择量啊 使得曹操其实有桃子也没有救了 不过当然曹操当时也不一定是有桃子的 所以我们成功的干掉他跟曹操典维进入单挑 单挑之后我们睡了 他没有技能 但这个沈嘉仪啊 这个沈嘉仪还是让这个曹操跟徐淑隐恨了啊 好 再来一把这个国战啊 我们再看一下吴国的是吧 我说过这个魏国跟群雄是国战的宠儿 吴国跟蜀国好像表现的差一点啊 这个可能这是跟他们的这个呃 这个技能设计有关系啊 好 我们看这个吴国这位是孙笨啊 这个孙笨是放在副将位 放在副将位的这个这个这个孙笨呢 他这个有多一个魂商 这个技能啊 在医学的时候就相当于有一个觉醒 孙笨 英姿和这个 英魂这两个技能啊 可以可以用是吧 但是不是医学的时候 他就是用不了 他不像这个身份局 孙笨一觉醒就永久的拥有英姿 英魂啊 他是没有 他只是医学的时候你才有啊 那个不非医学的时候没有 然后一个激昂还是一样的 这个阴阳是在拼点的时候 你可以让你的点数加三或者减三 好 这这位陆逊啊 陆神技能改了啊 谦逊差不多啊 那个这个联银没有了 成为夺势啊 这个夺势是把红牌当红色手牌啊 当乙姨代劳使用啊 说明这个陆神是很少有废牌的 是吧 他这个即使收了一大堆啊 那个人头手上握一大堆牌 他也是不会浪费的 好 这一上来啊 这是大家都比较低调了 我们肯定也跟着低调 大家都都低调 我们干嘛要要出头呢 好 哎呦 这结果我们队友出头了 他仗了他有一个吕蒙 是吧 这一亮摸四张牌 不用气 还放了一万箭 是吧 这是好 即使啊 这个吕蒙亮的时候有这样的好处 但是他的潮幅非常的高 是吧 上面场上的非无辜角色 没有人能够忍受一个吕蒙坐在这里低调的纯翼一大把牌啊 所以说他先亮出来 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他一个万箭啊 砸出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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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和恐龙 再一个篮盘又砸出了贾许跟梦获啊 这一下子场上已经有两个群雄啊 已经可以开团了 是吧 但是在别人眼底啊 看看会不会先打下这两个群雄啊 毕竟这是群雄是唯一的一个有队友的一个一个将 是吧 结果大家发发现没有 非常的不幸啊 这个吕蒙的高嘲讽 这个蜀国开始打吕蒙 然后这样蜀国里都打吕蒙 这两群雄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直接对着这个这个吕蒙拼命的拍啊 好 之后跳出了一个卫国啊 这个卫国是个国家群域组合 他们 他这个驱虎输了 他没有结兵空间 他又只发动了他的这个遗迹 好 我看这个 这位这个这个国家跟这个群雄比较风骚啊 又搞群雄 又搞这个这个蜀国啊 简直是拉近嘲讽啊 这样做不知道为啥 这个这实在是有点作死 是吧 好话不多说 又亮了一个群雄啊 这样的话 那刚才这个作死的这个国家群雄就来了 我们赶紧救了一下 这一救是有好处的 再插了一下 这两张牌就过来了 是吧 这一个离剑 我们就不救了 这家伙是亮了久的啊 看来呢 这一个劫病是劫不了我们了 但是这个遗迹可以分给我们啊 又分了我们一张牌 好 最后这一个杀 一个猛镜啊 一个貂蝉跟庞德 这已经有三个群雄了 好 我们要不要亮将呢 我们知己知彼看了一下 这一家伙是个无果的啊 我们也有三个无果的啊 是吧 好 我们就说 哎 我们发动了姜啊 已经把这个姜亮出来了 这个孙奔在国战是没有配音的啊 不知道是这是为什么啊 好 我们把学吃满 这三个牌拽在手上啊 好 我们看这个吕蒙 跟我们有队友啊 结果亮出来是个黄盖啊 这样也好 他这个苦肉自己只要不输杀啊 这一把牌是不用弃的 好 这一个简一把抓上了啊 看看他再有这个连卤就可以扫射全场了 是吧 可惜这是国战 国战里面连卤只有一把 好 这时候吕蒙黄盖出了杀 那他的牌就存不住了 是吧 我不知道 他手上有没有哎呦 他直接一个一个苦肉要苦死自己 看上他手上是没有什么防御牌啊 我们这个吴国从三个就变成两个了 当然他如果不苦死 他也是这个这个神仙难救 是吧 这毕竟有贾许是够得着他的 贾许只要有杀 他是必死无疑 我们就不用多想了 好 就让他这么安静的去吧 那我们这位吴国的队友是不是要低调一下 果然他也低调了啊 这时候大家不用说 现在场上七个人已经有三个是群雄 那肯定大家联手打群雄 这点不用多说 是吧 但是哎呦 这家许不错啊 那选择来杀我们啊 然后再开乱舞 哎呦 糟糕 这个国家跟徐运就直接被这样乱死了啊 真是悲剧 是吧 好 然后这时候他就没有也没有乱死自己的队友 那我们进入了医学啊 医学的这个魂姿啊 魂伤状态出来了 又能阴姿 又能激昂啊 好 我们看这位恐龙和周氏 这一气牌 咦 这个周氏他没有把谁的啊 不过他现在盖住谁的技能没啥用啊 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把技能给亮出来 好 这个乐不思俗 我们神将的作用起现了啊 我们医学的时候是绝不会被乐的 或者一个啊 这个这个谦逊 你拉完 你是拉我们没有办法的 好 我们这个桃子挡住了这个黎剑 是吧 这一个先阴魂啊 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队友 我们看过的啊 在一个阴姿摸三张牌 哎呦 又有一个远交进攻啊 这个远交进攻我们给谁呢 要不给这个蜀国吧 毕竟他是小势力啊 现在已经自身六人了啊 这六人里面我们肯定跟蜀国是结盟状态的是吧 好 大家看我们这么多牌 即使我们回不起血线 我们也是不会弃牌的啊 因为我们是陆神 陆神号称没有废牌啊 我们的口号是没有废牌 好 这两个红色的简易码肯定是夺势去 哎 夺势换了一张红砂 那是比较爽 是吧 再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这个奇迪弓也夺势一下 好 化成简易码一个红砂 还可以激昂一下 可惜没有配音啊 这一激昂 如果杀死了 摸三张牌 同样不弃牌啊 多了红牌还可以夺势啊 好 看看这一下 哎 果然死了啊 又摸了三张牌啊 又有一个红伞 再一个夺势 一起两个黑鲨啊 然后这个过个拆桥 要不把这个帐八拆了 我们把红砂都夺势了 好 切了之后 这个夹势码可以装啊 这个过个拆桥可以拆啊 然后把这个夹势码拆掉啊 这个冰凉存断贴上去 好 这把打得非常的漂亮啊 这把完了之后 这个蜀国的这个这个地位就有点啊 这个这个微妙了 是吧 因为这个蜀国他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大群跟大吴之间玩平衡了啊 但是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 哎呦 他刚刚说不给他这个机会 哎 但是我们还有太子词啊 别忘了一起干啊 这样的话 庞德只要他有足够的红砂 庞德跟貂蝉是个死人啊 我们直接进入欢乐二维二 哎呀 这边还亮了一个蔡文姬啊 这一个碑哥有点伤啊 这碑哥的红桃啊 黑桃啊 这边直接离线了啊 肯定这个家许估计不会救他了 是吧 这个蜀国跟这个徐雄现在就结盟了啊 这太子词跟孙杰就两边一起干 是吧 这一个一个沙 一个国产八华 再一碑哥 再来一个黑桃 哎呦 可惜背了一红桃 那这样的话 太子瞬间要扫动一轮啊 那就比较亏了啊 那这样还不一定 鹿死水手啊 这个蓝蛮中心悲剧啊 我们现在连个连个桃和酒都没有啊 这个火攻中了 我们就完了啊 我要完啊 我亮了一个红桃 看看 咦 好啊 运气不错 没有中 但是一旦没有中 那我们的英姿激昂啊 和和英魂就要发挥了啊 拉前咱们就不是简单的武将 同时我们一血摸一大堆红牌是不用气的 我们毕竟是有多多士 是吧 好 我们没有选择扒这个家许 我们选择给队友补 毕竟是一个翻面的一个队友在这怕他死了 是吧 好 开这个 五中生油 这个有个夺势一下 好 找一找武器啊 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简线码给气掉了啊 就在在这个阴魂的时候 这就有点有点悲剧了 是吧 在气了之后搞到这个红色的这个顺手切羊都卡了啊 好 那问题不大啊 即使卡了 我们把它夺势出去啊 好 这边已经气散个桃子了啊 到我们毕竟这个顺手切羊用不出去 就把它夺了啊 又夺出一个桃子来啊 我们又把这个武器也给扔了 看样子 我们现在首先 我们觉得啊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拖 是吧 这个万一七八也夺势出去 啊 然后这个 我们想跟敌人拖一拖啊 不着急啊 慢慢打 等着我们的队友翻回来啊 就有希望了啊 这一个持火 你烧吧 你大不了 烧中了 我们又进入无敌状态啊 这有一个 这个哎 这是个无限 可疑是个国啊 我们这一打出去 我们整个五国都不用为这个篮板买单啊 好 我们知道队友的手上牌已经足够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选择八啊 好 我们有白狮子啊 这一度是就把血量给回上去了 同时再用一个红纱激扬一下 是吧 这打得非常的爽 好 那他的一个梅花啊 梅花舞 不所谓 大不了气了啊 这时候这个孙坚太子不相当八光 这一个九杀将贾许财务机断带飞啊 即使被断藏了啊 也问题不大 我还有一个一个技能 还有一个武将在这里 同时对方只有一个人啊 他除非爆发一下 把把我们爆死 否则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希望的啊 同时他没有什么牌 根本就爆不出来 是吧 我们就有一个一个桃一个伞啊 那是妥妥的啊 把这个这个主动拳抓在手中啊 他如果差不多就应该可以投降了 他已经打脱管了啊 好 我们这把 那这个陆逊啊 跟这个孙笨啊 这个组合还是不错的 是吧 因为在一选的时候 这个孙笨会一个英姿摸很多牌啊 但是有陆逊在这些牌都是没有废牌啊 过牌量非常大 很容易让这个这个孙笨找到这个桃子或者是防具 是吧 这个让这个一选的孙笨不那么危险 然后在一开始海选的时候 我们的吕蒙啊 你别看着你吕蒙你先亮啊 一堆牌不用气 实际上你的嘲讽非常的高啊 这个虽然有两个群雄都亮了 但是蜀国居然还是选择打这个吕蒙 这个吴国 所以说这是没有什么办法 好在这个魏国 这个国家跟徐徐跳出来打得非常的风骚啊 给我们拉了不少嘲讽 否则的话 我们还不一定能够坚持到后面啊 所以海选一开始就把他们淘汰了 是吧 然后接着我们这个高调的吕蒙跟黄盖也被淘汰了啊 我们就是低调的啊 这个孙笨和这个太子时啊 这个活到了最后 然后和这个大群雄和这个蜀国啊 这个玩到了最后的博弈阶段啊 最后我们笑到了最后 是吧 毕竟这个孙笨在医学的时候里让他动 他威力还是很大的啊 然后加上陆逊 一个他不会让医学的分笨被乐不思蜀影响啊 然后第二个英姿 医学的英姿摸一大堆牌是不会被浪费的啊 因为夺势的存在啊 所以这两个组合还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要低调 是吧 你你活不到后面 那是都是白白搭啊 你再强的技能面对一大堆人的集火 你也是一个字死 好 最后我们来压轴录像啊 终于回到身份啊 这个国战 我说过这是这是跟身份交叉的啊 那个插着搞一搞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玩家喜欢玩那个国战 是吧 国战 我说过他的这个这个海选阶段非常的复杂啊 那个很难讲出什么道理来啊 你这个有时候你没有做错什么地方 但是别人就是觉得你你讨厌 就是要打理啊 那你浑身解数也是用不出来啊 那一旦 经过了海选在博弈阶段 那就比身份更加复杂了 同时你的技能也是比较多啊 也是比较麻烦的啊 所以但是如果仔细的玩味啊 这个国战还是比较有趣的 是吧 好 但是我烦着就烦着在如果大家都比较猥琐 都不怎么亮的话 那这个海选要进行很久啊 看着就会废着了啊 好 我们在这个身份里面这一项呢 选了一个高嘲讽 寻优主攻啊 这个寻优主攻攻强手络啊 这样的主攻玩的就是刺激 玩的就是心跳啊 好 这回借大桥果然是反贼啊 把我们压了血线又乐住 我们又搞了一下借大桥 为了平衡一下冰了这个旁边的这个钟会 钟会在这个寻优主攻什么身份都可以啊 这个当中当反当类都行啊 因为我们喜欢开AOE的话 他是忠诚 他也可以啊 这个我卖的很嗨 是吧 他是反贼是内奸 就不用啊 那就更不用说了 好 这个潮子往下面杀并不代表什么啊 他杀这个借大桥 如果他的中杀借大桥是会影响主攻的 是吧 所以说他往下面杀也并不一定 就代表他是他是他是反啊 好 就是借大鱼开了一下 又开了一个乐不四五 他拿了一个无懈可击 这个无懈可击难道是要帮我们过乐吗 好 这位借大鱼就比较偏反贼了啊 当然也是可以当中的 毕竟是这个能力 个人能力在那摆着啊 然后也比较脆 是吧 他当反贼就是他可以看见我们的牌啊 他可以跟 当然他不知道他记不记得 不记得可以翻记录啊 然后根据我们的牌的花色选择 那个牌来反见啊 我们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较痛苦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方片伞 他拿一个方片来反见我们 我们因为被热了 那也只能咬着牙啊 这个这个气啊 果然啊 这家伙塞了一个方片啊 我们只能咬着牙把两个伞都给气了啊 就跳了一个反贼 然后又砍了一下季导云啊 这个叫云牙角一个黑桃三的束手牵羊 他在想啊 气还是不气啊 决定不气啊 这不知道为什么啊 好了 这样的话 他这个诸葛亮就会摸到这个黑桃三的这个顺手牵羊了啊 好了 气了一个梅花的这个蓝帆动心 被朝直给摸去了啊 我们看这个诸葛亮顺手牵羊顺谁呢 是顺貂蚕还是顺借州鱼呢 好 这个过河拆桥 用这个貂蚕无险可及了 这个貂蚕就比较像犯贼了 是吧 这个诸葛亮这个拆还不一定是拆啥啊 然后又来了一个这个看破 哎呀 拆了我们是乐不示唬 他是中啊 他手上是有顺手牵羊的 不要客气 顺啊 这果然 顺的那个借州鱼啊 这个这个忠 有杀 借州鱼是个小脆皮啊 一堆人打他的话 他是很难啊 这个抢 扛得住的啊 好 就看了一下借州鱼手牌是这个是个杀啊 那我们肯定是犯外贱啊 是吧 毕竟忠诚有八卦阵啊 然后借州鱼手牌又是个杀 你是不外贱 还等什么的 好 我们看这个貂蚕 这样子反贼啊 刚才已经跳过了 是吧 铁索连环 我们跟赵云赵云的这个这个无限可及用出来了啊 有一个这个青刚剑啊 这个青刚剑他是放展示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会被貂蚕的碧月啊 所拿到 是吧 当然也不一定 看交参要离剑的话 是离剑谁啊 他要离剑我们跟街道云的话 这个青刚剑有可能是被我们拿到 哎呦 这个酒杀了 青刚剑被我们摸了啊 这样我们还在铁锁上啊 就穿了一下子摸了这个青刚剑啊 悲剧啊 这个噪音 你就不能把这烂青刚剑给扔了吧 好 这又是一个离剑把这个杀给搞过去啊 看样子是要逼我们开这个桃园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中会的话呢 这样反对出来了吗 好 那这个诸葛亮认为中会是忠诚啊 这个赌的有点 有点大的中会 赵云跟潮池还不一定呢 真是不一定的 哎 还好啊 这个诸葛亮赌对了啊 好啊 赌对的话 理论上这个赵云跟这个潮池就是一个反一个中了啊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拆了一个一个九杀 看样子 貂蚕会死摸 好 看看反贼帮第一次求桃 哎 应该是死不了啊 如果这么容易就死了啊 那也死了 哎 这次桃子直接就求了貂蚕了啦 哎呦 我厉害啊 真的死了 那我们肯定开桃园啊 这个这不用说五老开桃园 我们的输出中这个周会啊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一个呃 奋勇输出带飞了一个一个反贼 那我们一旦进入这个人数优势局就开始五老桃园了啊 当然也还没有完全的进入人数优势 毕竟还有内奸战啊 现在是三 啊 祖宗三个 反贼三个 加上内奸一个啊 这个形式 哎呦 这个终会知道 我们要桃园你就把决斗留一下不行吗 不过那也可以啊 我们这是给打一下啊 打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大桥 哎呦 这已经吃了桃 那我们就可以不桃园了 这可以不桃园 我们直接无中生友啊 又来一个杀啊 是吧 又把这个大桥给杀了一滴血 那还可以啊 我们有两血啊 先不慌着桃园啊 先看看再说 是吧 这这样子已经进入了优势局啊 哎呦 不过大桥气了一个无懈可击啊 我们好好好在 还有一 哎 我们是无懈可击是 哦 对 我们是反无懈啊 这个曹子是无懈 我们反无懈让曹子中了 是吧 然后这个 剑道云啊 也中了啊 这个勒布斯组现在戒州鱼动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就不是很怕他的反戒了 是吧 他可以反戒这个终会啊 那让这个终会这个气牌或者是掉血啊 这个终会也是怕 比较怕这个戒州鱼的 好 我们看见这个终会在红桃反戒的时候选择了掉血 说明他手上有红桃的桃子啊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好 这个大脚手上一个栏 那我们给他一刀 他就去了 是吧 这肯定就就完蛋了 终会你就不要杀大桥了啊 你杀这个戒州鱼就对了啊 这个怪之斧怪的漂亮 好 你不过他给灌了这是这你把这个红桃伞灌出去不行吗 你把这个鬼这个这个梅花的这个家里马灌出去白白的便宜潮池 是吧 当然他觉得潮池加一马多鱼啦 那你自己可以装着啊 何必呢 何苦呢 是吧 好 我们很高兴又杀掉了大桥啊 这个大桥一死啊 我们就不怕了啊 我们这个为什么不打无蟹呢 我们要把这个无蟹留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这有点奇怪啊 是吧 好 因为这个逃义结议啊 我们的无蟹的作用来了啊 这个无蟹用来无蟹借州鱼啊 那他不能回水 我们下个目标就要拔下拔掉借州鱼这个钉着 是吧 借州鱼这个反戒我们肯定是丢啊 我们这我们无所谓武器不武器 反正咱OE多 是吧 好 这个诸葛亮还在继续火攻 那他看样子就应该是忠诚 内奸就在赵云跟忠惠之间 好 忠惠继续还在打借州鱼 他也是忠诚啊 这样的话 这个借赵云就有点像内奸了啊 我们看看这个拆 拆闪电啊 然后这个无蟹要放木 放一个陶瘾结议 是吧 好 看这个陶瘾结议放了之后啊 我们仗着有诸葛亮在啊 这个是不错 这个诸葛亮 火诸葛这个忠诚跟我们来搭配的不错 就是不让借州鱼回血 是吧 哎呀 糟糕 现在麻烦了 哎呀 这下子麻烦了 这一个九杀 伤 哎呦 还是一个九雷杀啊 这样子 我们的忠诚躺枪了 跟上一个蓝蛮入侵了 这下子很 哎 这个借赵云不肯送人头 他仗着自己有这个八卦证啊 想吊一吊 是吧 我们的忠诚倒下了 忠惠终于卖出第一个拳啊 幸亏我们手上刚才这个智云来了个杀啊 否则现在就要求逃了 好 那既然这个诸葛亮倒了啊 这个借赵云也是肯定要帮我们打这个反贼的啊 肯定不会是打这个忠惠 好 这个忠惠手上的红桃 桃子还留着呢啊 这个借赵云每次使用这个红桃反剑啊 这个忠惠都是吊血啊 好 这个用冠石斧啊 你这个八卦证也没办法 哎呀 来来来 放放放 蓝蛮入侵 蓝蛮入侵 看你死还是不死啊 哎呦 这个这个借赵云表示手上还有啥啊 这个忠惠非常谨慎 看来手上的桃子不想给这个啊 不想随便用 是吧 所以也不敢随便卖血 这个桃子终于就在我们身上了啊 是这个潮石拿了手上是一个名的冠石斧 是吧 哎呦 这个赵云不敢九杀八卦啊 好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哎 但是忠惠依然啊 没有气牌啊 不过他这个桃子被这个借赵云给逼出来了 同时也没有觉醒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头疼的状态啊 看这个赵云死不死 哎呀 漂亮啊 这一个八卦神奇的叛黑 看赵云倒了没 哎呀 倒了 又是一个反贼被带飞啊 我们现在行事上面啊 现在当然也不知道这两个道理谁是忠 谁是类 我觉得啊 看这个赵云比较像类 忠惠比较像忠啊 我们现在 仗子潮石翻面赶紧开桃园 是吧 把自己的血线给回起来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这个潮石还有一个九杀 哎呀 这藤甲挂了啊 这时候赶紧挂继续桃园啊 这个哦哦 这个郭柴柴那也行啊 我们拆了他的手牌啊 因为一拆了一个杀还拆的挺准啊 他手上是有冠石斧 我们本来是想拆他的冠石斧啊 没有拆到啊 但是拆了他一个杀也还是不错啊 但是这个杀啊 因为我们有藤甲在 他也是杀不动的啊 好 这个忠惠不错 两拳在这里 赵云不知道打谁啊 只能这个杀了我们 表示一下他是内奸啊 没有杀这个潮石 哎呦 我们过个菜桥 这个这个赵云 你至于这样嘛 还好忠惠 还有一个啊 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反无懈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把白狮子给挂上 这样的话 潮石就没法九杀我们了 是吧 他只能 呦 这两个桃子来拍我们 你这是这任性啊 哎呦 原来是有诸葛连卢 这样子我们要完蛋了吗 没有啊 我们忠惠又救了一个桃子 我们又 生气的自于 又摸了一个桃子 这时候赵云处在离线状态啊 我们是是松了一口气 赶紧抓紧时间 砍潮石啊 抓紧时间 将潮石给砍死 好 这吃一个桃 这一个杀啊 这个铁锁连环要连出去吗 咦 这为什么不连出去雷杀呢 这打得有点诡异啊 是吧 好 我把这个雷杀给骑侧了 把这个赵云的啊 潮石的诸葛连弩给拿了啊 好 但是即使这样啊 潮石还是可以对我们进攻一下啊 我们有白依士 他没法九杀 这个白依士拿得非常的到位 好 这个赵云把忠惠给拆光了 打啊 这个杀忠惠觉醒 同时这个马被射掉 但是赵云如果还有一个叔叔 忠惠就死了啊 哎呦 赵云真的还有一个叔叔 他借刀杀人 把这个刀借了 哎呦 但是还好 还好 他拿杀 中慧可以拿伞 是吧 所以说这个呢 你即使拿了杀 也是白拿啊 看这个赵云是把杀留着防守呢 还是把中慧的伞耗掉你 好 中慧觉醒了啊 现在的形势已经对我们来说很有利了啊 决定中慧肯定选摸牌啊 赶紧把这个潮石给爆死 哎呦 他选择回血 我去 他选择回血 结果排阅了我们啊 这样子他手上三张牌 排阅之后 我们是四张牌 反而要掉一滴血 这时候这个反贼打出一个窝草 这是我们没想到啊 这是这是这是奇迹般的结局啊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眼看在这个这个打的焦头烂格的时候看到了一点希望 结果这个这个中慎一个坑啊 那一个神奇的排阅将我们给带飞了啊 但他排阅的两张牌还是不错的 他如果他选择摸牌 不选择回血的话 他的手牌就会比较多啊 这个排阅我们就不用掉血 是吧 就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啊 葬送了整个大局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他是摸牌的话 我们这两个三个顺手牵羊 是吧 顺光了潮池啊 一杀一骑侧啊 一杀一骑侧 潮池的三排就到手了啊 对吧 就是这肯定是是如此的啊 但不过那也不一定啊 那也行啊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说中慧大不了一血三排嘛 我不许这个一个骑侧中慧不一定死的了 是吧 好 但是很可惜啊 很可惜这个没有算好自己的手牌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尤其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啊 一定要保持冷静啊 所以我不喜欢五秒房啊 就是我觉得五秒房就是给土豪装逼的啊 他实际上我们玩五秒 但个个开着月光宝盒啊 这里五秒有个有个毛线的意思 是吧 这个正常的玩15秒可以啊 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啊 尽量避免这种在紧张状态下犯出的错误啊 同时介绍一下这位这个巡优主角 大家可以看这个房间的名字赞棋直播啊 这个这个是个赞棋主播啊 他的ID叫起名之时啊 赞棋叫做淡蓝腐晓 大家可以在赞棋上搜索一下啊 他也是一个商户商身份局啊 玩家是吧 这把果然啊 这个巡优主玩的就是心跳啊 这个心跳时刻 那整个在九轮中间啊 那个到处都是啊 结果最后的一次心跳把自己给跳死了啊 非常的遗憾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